大家好 今次我和大家推介的環節就是第一場四班遷移的賽事 今次我找到一隻馬 其實他沉了很久 但上一次他就憑後想入到一隻冷卻位 我覺得這隻馬的狀態開始回來了 他在三班都可以上名 其實在四班我覺得他有些好處 一起和大家重溫這隻運來福星 他上次在九層的狀態下如何在十四檔 田泰安也幫他跑入一隻位置 看見十四檔那隻就是隻運來福星 大外檔 偏偏的色衣 側面看 橙色眼罩 二號到尾 就是隻運來福星 其實這場馬 田泰安一直留得很厚 等他衝刺 現在放頭7號 橙色衣是二話不雪 大家要留意 六號黃色衣 紅色帽 那隻勝得出色 最近他也贏了馬 灰色的馬就是勝得出色 很有型的 二話不雪這場馬其實都頗勇 一路在前面 梁家俊放 都是非常好狀態 我跟大家介紹這隻運來福星 一路在尾上好像都沒什麼追勢 沒什麼勁的 但田泰安打幾邊下去 到最後這300的時候 現在還沒進鏡頭 勝得出色就在前面追勢 二話不雪 以為就是這樣 但最後這100幾十米的時候 你看看 我介紹給大家這隻運來福星 這個追勢真是不得了 這隻馬 初頭是懶樣樣的 但不能否認田泰安都可以把這隻馬打得起 一路都是在比較後的位置 他打幾邊打上來的時候 即是馬開始懂得追 我覺得他的狀態回來之下 這次相對上他的賠率應該都不會太熱 我覺得如果你要找一隻半下馬 他實當 始終他在三班找一些牌仔 黃浩南都可以上到名 來到這個班次一定會有少少優勢 那我就找一隻有班底的運來福星 給大家在頭場做過 我想這隻不會太熱的膽 這隻腳方面 第一隻就介紹一隻烈鋒給大家 我猜這隻馬初出都應該會很有飛 因為他去試閘的時候 那貨閘真的試得很好 我最初想過找這隻做膽 不過始終那些新馬我覺得 不如扭歪一點點去試一試 大家可能還有些分頭 第三隻介紹給大家就是這隻有運來 其實他上次輸給什麼馬呢 奧游氣泡 勇敢夢想 那莫丹尼騎這隻有運來 上次和勇敢夢想 短兵雙接輸得很近 這次其實他也有一個五檔 124磅都是莫丹騎 我覺得這隻馬如果是臨場有飛 還有神態對板的話 拖腳一定要拖起來 因為始終是近來有表現 最後一隻給大家想想 就是多一隻鞭線馬 我猜他也不會太野飛 有個四檔117磅的古龍精彩 所以他上一次其實已經好著他 之前表現的馬 第一次輸給什麼馬呢 頭那三位就很近 三隻馬都是非常之近的 那個距離 包裝必勝贏了 贏了一個短頭位 接著就是豐滿寶超越名驅 而古浪精彩差一點 38倍冷門 走進去是射了超越名驅 所以他對著剛才我說的那些對手都開始有表現的話 這次我覺得大家值得如果臨場他有些票 或者他都是冷門的話 爬一爬 他有個四檔輕綁的 我覺得文家良真是看著他 今場的介紹就是雲來複星 造膽 拖列風 有雲來和古浪精彩 除了這一場之外 還有一場分析跟大家去談一談 大家記得看我拍檔Matthew的影片 我們今次的大賽日希望可以幫得到大家 OK 下條片再見 拜拜